那我之前一直觉得 这个头肩轻只有头往前伸了 那才叫头肩轻 但实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金融小柯 那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啊 是关于头肩轻的 众所周知 努努有非常严重的头肩轻问题 你不说其实没人知道 谢谢 严重到富贵包都出来了 我跟他讲了好多次 让他去做一些动作去矫正这个问题 但他从来不做 是因为努努 他知识量不够吗 不是 努努啊 是健身理论学家 我就在想啊 懂知识和去做之前 有一道不可预论的鸿沟 那知道鸿沟是什么呢 很明显啊 努努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所以说 我只能亲自体验一下头肩轻 来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 阻止的像努努这样 换用头肩轻的人去改变 首先啊 我是仔细观察了一下 努努日常的那种生活坏习惯 然后在后来的一周的时间里面呢 我就百分之百的去还原了 努努这些坏习惯 同时我还让努努严格的监督我 如果我有一点点习惯 跟它不一样 它必须要指证我 必须要批评我 太标准了 往前 这样才能看得更清楚 看前面什么号 前面什么号就刹到你 头为什么不天经 很好 非常棒 脖子 脖子往前 这样 脚上去这样 对 很好啊 不要把饭吊下来 我本以为啊 像我这种生活习惯还算比较好的人 不应该受到这种坏习惯的影响 但是呢 在努努严格的监督之下 不出三天啊 我就有点适应这种坏习惯了 过了没几天啊 这些努努经常给我抱怨的那些什么 脖子僵硬 肩颈酸痛这些问题 都在我身上体会到了 我不想弄了 努努 你看那天我 咔的没一下后面 想了没有 没有 给大家看看男人 说是去下面遛狗 实际上偷偷去拉伸 狗自己在那玩 要拉得还挺全面 兰州拉面都没他会拉 你往上看一看 行啊 能不能先不投钱 行吧 不能 你说好了要体验我七天 那我挺难受 我求求你 那几天我在意识到 这些症状我并不是第一次体会 我之前早就有了 只是那几天在体验的过程里面 这个频率变高了而已 那之后我就发现我头肩轻 这个问题的理解是片面 但我之前一直觉得 这个头肩轻只有头往前伸了 那才叫头肩轻 但实际上这只是头肩轻的 两种表现形式的其中一个 外观表现 因为个体的差异 每个人现在伸的程度是不一样 所以咱们不能把头向前伸 来作为判断头肩轻的唯一标准 那它第二个非常关键 就是我们要关注自己的本体感觉 因为头肩轻本质上是肌肉不平衡 但肌肉不平衡 它必然会导致我们不舒服的本体感觉 我知道现在正在看视频的各位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这么严重的 向前伸这种情况 但是你仔细回想一下 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肩颈酸痛 脖子僵硬这些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一起重视的 不要像我一样 觉得我头必须得这样了 哦 这才头肩轻 我以下列几个症状 你自我检测一下 看有没有满足的情况 如果有满足三个以上 那可要抓紧了 哎 到这我就及时的停止了这个傻屁计划 如果我再这么模仿下去 我迟早会变成很严重的头肩轻 我用这一周的时间呢 我个人觉得找到了 可以算是鸿沟的东西吧 我觉得你找到了 哟哟哟 别做瑜伽 做那个你跟我说的那些脚肠训练 你都很熟悉啊 我给道歉啊 我真的感受到为什么都不做了 这难受起来 我是真的不想管那些大道路 我就想找这动作 立马缓解 立竿见你 见交快 我个人觉得这个鸿沟 就是对一些头肩轻的解决方案 不相信 在我健身体验的过程里面 头肩轻的人第一需求 不是要从外观上解决 让头往后变得好看 第一需求是我做完了这些动作 我能浑身感觉舒服 但是呢 当我做完这些头肩轻的动作之后 我非太没有感觉到我的放松感 反倒是觉得特别累 所以说这道鸿沟 就是因为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感受到 立竿见影的那种放松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解决头肩轻 第一步就是要坚定信心 你做完一些动作 你应该立马感觉到舒缓放松 你心里有底气 那我就跟弄弄 感谢弄弄啊 我跟弄弄啊 我跟弄弄呢 就一起筛选了一些效果非常好 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瑜伽动作 练了就舒服 不舒服你来找我 我就坐在这里 等你来 建立信心的第一个动作 主要是打开我们的上半身 让这个上半身出现一个延展的一个动作 我们的效果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要紧绷我们的上半身 特别是我们的背扩啊 开始向上发力往上走 大家看过那个金龙珠吧 里面的悟空啊 你又想象自己的他 马上要冲破打气层 现在一千米 浑时发力啊 你看我的身体有没有在崩 就是这个颤抖 就是在肌肉发力的一个效果 两千米 三千米 冲到顶啊 手臂伸成 四千米 五千米 好 五千米是我机械了 我现在 手臂转转伸 右上臂把上一点 六千五百米 好 左边 六千五百米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总共是坚持三十秒的时间 浑时都要发力你的前后左右 六 好 收工 下面呢是咱们第二个动作啊 这个动作主要是打开 并且激活咱们的胸背的肌肉 非常棒 小臂跟大臂要呈九十度 前往不要下降W 或者是这样包头 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上半身啊 是保持中立位的 向后收肩胛骨 夹肩胛骨这么一个动作 主要是激活我们的背部肌肉 在用力夹的过程里面 打开我们的胸 感受到胸的一个拉伸 注意在这个夹的过程里面 不要刻意的去挺胸 把我们这个下背啊 给反攻起来 主要是上背的一个夹紧 当你夹到最近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我们双臂向前 开始向前去做夹胸的一个动作 蝴蝶肌夹胸 这个时候呢 同时拉伸我们的背部的肌肉 如果你的胸肌有点大的话 这个动作做得很困难啊 我的话就这样 稍微的拱一下背 感受到我这个整个背的一个拉伸 这样算一次 这是我们第三个动作啊 主要是拉伸我们的后背 对我来说这个动作 对我的肩后属的这种 拉伸感特别强 首先啊 双臂大腿 都在我们的宽和肩的下方 大概乘一个九竖都就可以 然后呢 首先我们是一侧的手臂 伸直抬起之后 进一个转身 一个打开胸侧的动作 用力往上 然后呢 完成之后 这边这个手臂穿过我们的身体 掌心向下啊 扶住我们的地面 把肩膀放在我们的胸 大概通界这个位置 把头贴进去家店 这只手 用力的向前 看到我指头没有 用力往前勾 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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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哎 达到一个极限 然后我们这个手臂啊 一定要用力发力的 这边可以打开我们 左侧的这个背阔 然后我右臂的这个肩后鼠 也在同时拉伸过程中 这个过程保持30秒 这个过程里面要注意我们的 匀锁呼吸 这样不要憋气啊 尽量用腐蚀呼吸 不要用这个胸枪 第二步 你必须要对头签这个问题啊 有非常直观深刻的理解 知道它内在的这种激励 而不是单纯的我们看一张图片 啊这个锦啊那个松啊 头用这样 我知道这点这松 跟我还是没有关系 对呀 所以我的办法呢 我就是花费了我的重大心力 给努努拍了一部短剧 希望用这个短剧呢 能真正的去把 头签生的问题讲得清楚一点 那我既先走了努努 也先给大家 希望看完这个短剧之后呢 咱们对头签青啊 这个理解更上一层楼吧 由于持续被电子设备蛊惑 人类头颅角度 已经超过了30度紧接线 颈部所承受的压力 激动了三倍之多 从正常的五公斤 已经上升到了18五斤 前线的肌肉兄弟们 一几块顶不住了 听说很多人类 已经试图通过靠墙粘力 来进行自我矫正 先不说站住了双下巴 更离谱的是 他们现在连头该放哪儿 都不知道了 这种方法看起来好用 它不好使啊 该通知下去 想象脑袋顶上掉了一根绳 让他们先恢复正常的身体感觉 大家稳住 稳住 又来了 这次由头前轻引发的头增指数是多少 那今天前两次还要高 已经达到了7.22级 必须要系统发起反击了 那前线战士的情况 帮我详细汇报一下 是 将军 为了对抗头前轻 除了人类躺着的时间之外 敬前肌肉部队 都在持续发力作战 人类持续这种状况多久了 短则一两年 长则几十年 现在全员过度疲惫 我听说很多战士的脑子 都已经累糊涂了 怪不得咱们通过神经系统 给他们下达的发力命令 迟迟得不到响应啊 哎 兄弟 大脑让我来传话 大什么呀 脑 大脑让你发力呀 发什么 完了 啥 你他们说谁呢 不止如此 敬前肌肉长期发力 还造成内部的 肌纤维出现了损伤 这两大重创 让他们整体的 支撑能力变入了很多 说实话讲述 我真不知道 他们还能支撑 人类大头多久了 我知道 敬前肌肉部队是过度损耗 那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放松和休息 再这么一顶下去 迟早是要垮掉的 事不宜致 传过的命令 敬前肌肉 两个拉伸 一个加强动作 明白 将军 哎 等会儿 我这光想着 颈前肌肉部队的事儿 颈后肌肉部队的支援 还没有到吗 人类大头还在等着 他们给往后拽呢 报告将军 道是道来 但是说到人类肌肉 作战原则中 肌肉长度过长 在肌肉张力变小的制约 颈后肌肉部队 很难发上力 现在 基本上只是个摆设 不行 再这样下去 恐怕头就要掉了 上背前线部队向大脑汇报 我军在巡逻过程中 侦查到颈后肌肉部队 已经失去了把人类大头 往回拉的能力了 所以已经派出 最靠近颈后部队的 协方机联队 荡 金甲体机联队 荡 以及零星机联队 Yes sir 去帮忙往后拉拉 希望大脑指挥部 能更快恢复 颈后肌肉的战斗能力 毕竟我们自己 还要对抗原间妥备 也是分身法术呀 明白 感谢你们的及时支援 太好了 有他们的帮助 咱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缓个屁 如果他们就这样习惯了 让别人帮忙 以后就会变得越来越懒惰 不过你知不知道 等以后彻底发不上力 就麻烦了 还喘口气 敢给咱们下命令 也和静前肌肉一样 先拉伸再训练吗 不 静前肌肉是发力太多 颈后肌肉是不发力 所以颈后肌肉现在重中之重 是恢复发力的功能 刚才这个剧给几份 豆瓣能凭几份你说 嘿嘿 不然就上屁了 对吧 我就想说呀 在这个小剧里面 不光是讲了一些原理 更重要的是 在后面 我把那个动嘴换进去了 这些动嘴 都是我跟隆隆尝试过 跳跃的效果比较好的动嘴 坚持做一个前提 别忘了我们的第一步 那些瑜伽动作一定 我问一个问题 坚持多久了 告诉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已经坚持 大概两周的时间 几乎是每天隆隆的 这个我是亲眼见证 之前隆隆 是几周做不了一回 现在是一次做几周 隆隆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他建立了信心 所以说他开始认真坚持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知道 现在正在看这个视频 可能大部分的老铁 咱们都知道一些健身的知识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知道健身知识 却帮助不了我们身边的人 比如说我只能做了这么一个视频 然后进行这么一波体验 那希望今天这个视频 也能给大家打开一点点思路 来帮助一下咱们身边的人 然后希望让他们也能行动起来 重点就是别在你耳朵边在叨叨 就因为看着也很烦嘛 他不解决每天 我这难受 这难受 是吧 好 咱们第一个动作 双手交叉 轻轻压住锁骨下方 嘴张开 头向上仰 看天花板 然后上压不动 下仰去找上压 闭嘴 主动拉伸咱们进步前侧的肌肉 保持三秒 再张开嘴巴 这样重复15次 第二个动作 用墙脚 背住一侧的肩膀 展开上半身 向上抬头大概45度 再向旁边转大概45度 用拳头向斜上方抬 另一侧手臂 咱们要用力向下够 感受进步侧方的一种拉伸感 保持20秒 静前最后一个动作 平躺在相对硬一点的地方 肩膀要放松 就想象咱嘴的上方 有一块糖 用嘴去找糖 全程看下电话板 不要刻意收下榜 避免练错 咱们练成点头 重复15次 后期进阶 咱们可以将头悬空 保持30秒 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紧后肌肉第一个动作 趴在硬一点的地方 肩膀头要冒出边缘一点 如果下背感觉不舒服 那你把肩膀往后撤一撤 说明你的下背力量需要加强了 想象咱脖子上打了石膏 不能动 但是要抬起来 在最高处保持5秒 咱们的视线要一直看向斜下方 你如果看到了前面 那就说明咱们错练成了仰头 重复15次 后期想要进阶 可以顶一本书 保持30秒 这本书得要重量 顶小时候是不行地 第二个动作 两条腿伸直 头先放回到中立位 在保持中立位基础上 先看咱们自己的左肩 然后再转头看向自己右肩 一共来回15次 第三个动作 上半身挺直 双手抱头 慢慢向下压 注意啊 咱们两个肿关节也同时发力内扣一点 这样呢可以连同上背一起拉伸 缓解带长的压力 最后一个动作啊 依旧保持上半身挺直 低头 尽量用下巴贴近胸口 再小幅度呢 转向一侧 不要太多啊 看到自己大腿就行 手可以扶着头 轻微地增加一点辅助 增加这个拉伸杆 另一侧咱们这手臂 用点力向下垢 这样效果更好 这个视频最终的核心 就是坦克嫌弃我的外星 再见 我是金融小克